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不如由劉仲英今晚的真會活動展覽跟大家說說 還有兩個星期就放完暑假了 小朋友如果想參加一個有意義而又環保的活動 可以趁著明天去到Granford Island參觀一個太陽能循環 在那裏親手製作省電的太陽能焗爐 有你讓大家看看 古董焗爐是利用電力發熱 但21世紀的太陽能焗爐 經實驗證明可以在猛烈的陽光照射5分鐘之後 升至華市265度 在奧地利太陽能焗爐非常普及化 當地人會把5呎焗爐掛在錄台吸熱 而非洲人亦會製作簡單的太陽能焗爐來煮食 當中的科學原理是這樣 然後雪會融化爐來煮食 然後它會融化爐來煮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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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的方法 如果你可以享受它太多 製作這些科學模型 除了可以刺激思維 還可以讓小朋友 考慮到如何節省能源 成為對抗全球暖化危機的一批生命軍 在展覽中還有些手遊太陽能推動的艇仔 他在早前才下水參加龍舟菜 至於這輛名為Sellcar的船車 是透過風力推動 公元3,500年前用來運貨 Rod Mattis 說 它是由中國人發明 用來運磚起長城 而德國至1963年 都是靠它來運載貨物 舊小朋友做環保先鋒的Mattis 是活發電小型貨車的發明者之一 由於是將已經耗電的電池循環再用 每日成本只是3毫子 可以行駛75公里 他指出保護地球必須在現起行 像Al Gore說的 我們今天有所有東西 我們需要去救這個地球 從一個環境的災難 我們必須去做我們自己 這是叫做《一能力》 因為你作為一個人 可以改變這個地球 太陽能巡迴展將在明早11點起於 Granford Island的Cats Only Market舉行 另外列治民海洋節在今日正式展開 公眾可以參加造船的工作坊 和參觀一系列的海事展覽 而溫哥說在今晚會將有多場 《一能力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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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